很多時候人們會看到某些恩賜就會很嚮往 譬如有些人有恩高的恩賜 有些人有先知性的恩賜 或者是廣道或者某些恩賜就會很嚮往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在神的國度裏面那個次序應該是什麼為善 最重要最基礎的一起讀最底裏 耶穌基督的根記這個最重要 接著下一步基督徒生命要見到什麼呢 與神的關係 再上一步 處理罪和一切負面 就是負面思想情緒那些 接著 愛和建立人 然後遵藏和侍奉神 然後各人恩賜 其實恩賜是最後那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恩賜只是神給我們的才能去侍奉 這個不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 而神在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 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根記 就是我和耶穌有生命的關係 祂是我救主 我是祂的兒女 然後就建立和祂的關係 日日和祂有親密的關係 會看聖經祈禱去愛慕神 親近神 親近神又要處理生命 因為罪和任何負面也會破壞我們 然後下一步 我們有生命結靜 有耶穌 有處理罪 求祂赦免 然後我們去愛和建立人 就是體重人 人是很重要的 下一步就是遵從神和侍奉神 然後在侍奉的時候各用恩賜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就會將某些恩賜放得很高 譬如有些人有某一種恩賜 有先恩高的恩賜 立刻有很多人趕去祈禱 很渴慕這些 不渴慕 即是有些基礎性的不渴慕 有些人有先知性 很多人就渴慕去祈禱 這個其實是有幫助 不過這個不是最重要 而這些所有其實聖經已經講完 我們跟著去做已經是非常蒙恩的 好了 這裡我講出有些不同的恩賜 我們一起去讀 同理心 憐憫 智慧 試圖 先知 報道 牧養 教導 敬拜 即是對人有同理心 感受人的憂傷這種能力 會憐憫人 其實這是非常重要的生命 生命的質素 由他有智慧處理時 然後這個五重即時 有試圖 有先知 有傳呼音 有牧師 有教師 但這五樣不是說 即是說這個人有某樣恩賜 這是超然的 即是我們希望大家 不要將某些的恩賜看得很高 亦都有敬拜的恩賜 其實每天都很重要 不過必然有這麼多樣東西 在下面建造 如果一個人有恩賜 但他不體重外人 其實他是好像明的羅響的拔一般 哥林多詞說十三章 他很有恩賜 不過他做的事 他處理人的事 他令人受傷害的時候 他的生命並不是好的生命 好了 我們對於恩賜有什麼看法 一起讀 尊重賜恩的神 發揮恩賜 不比較 不勉強 不勉低 第一就是 恩賜的來源是神 不是看重恩賜為先 看重賜恩的神 是恩賜來自神 我們感謝神 然後我們發揮 我們有恩賜去發揮 不比較 哇 他講道好過你 他先知性強過你 他祈禱過你 他祈禱過你 他祈禱講邪靈 比你 這些不是最重要 當然有是好的 神會賜給人不同的恩賜 但不要因為這件事 就是看重某一個 又不看重某一個 又比較某一個 不需要比較的 不需要說 哇 這個那麼厲害 我就跟了他 我希望大家 不是有一種心態 有些人會這樣的 哇 他那麼厲害 他的恩賜那麼厲害 我以後跟他了 他先知性那麼厲害 我以後跟他了 就是大家 希望大家 不是說 我見到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人 我就跟他 而是我們跟神 給我們的大令 神給我們的大令 是怎麼樣的 在哪裏 服侍 在哪裏參與聚會 是神的大令 而不是說 這個人恩賜強 我就去那個地方 如果是這樣 那些恩賜強 那些人全部都去了 那些恩賜藥那些 就不用侍奉了 就是神的天國 因為他有很廣闊的 有很多不同的恩賜 一起配搭 還有有些人 他沒有這個恩賜很勉強 我們現在有這個 先知性課程 有些人就說 我沒有 有些人就說 我祈禱無不應受 又不用太介意 不是每個人都能領受到同樣的恩賜 另一個壓力就是 我沒有 那種壓力 第二種壓力是甚麼壓力呢 是不是都要擠一些東西出來 那又有另一個壓力 是不是都要說 我領受到一些東西 或者去想一些東西出來 那時候說錯了 破壞性也都很大 所以恩賜的運作不用勉強 神會自然給你的 你按照神給你的自然感動 也都不要貶低某一個人 那我希望大家對於恩賜 有一個平衡的看法 就是不要 因為某一些的恩賜 而 好像 追求了恩賜 而不追求這些基礎的東西 那也都會有些人 就會這樣的 譬如醫治釋放 很多人就強調那個恩賜 醫治釋放 不強調這些生命 當你跟著這個次序去做的時候 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基礎在耶穌的身上 以及跟祂有密切關係 又處理罪 和一切負面 又愛 又建立人的生命 你一路遵從神 你的生命都會一路很潔淨 不是好像說到 是很難很難潔淨 所以希望這一點 大家明白 我們想有潔淨的生命 有些人覺得 永遠都不能夠潔淨 但其實不是的 當你處理生命的時候 親近神 神是勝過一切的 或許七月 或許七月 或者周一間 機辰的居座 也借心 有一個人 等他 就是 零木 零木 或許四場 也要 那一場 你 如果 在那一場 通常 住寶 的